这个伤心的爸爸他几乎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这个叶先生他今天上午带着妻子跟两个感冒的小孩 准备要一起去看病 他自己要做健康检查 没想到途中发生了车祸 那么他的车子整个翻到了菜园当中 他最小的儿子大概才两岁左右 没有绑好安全带 一路的翻滚 最后呢是被压在车子底下 送医之前已经是没有心跳了 躺在病床上的夜信男子 看着手机中可爱的小兄弟 其中两岁小儿子已经不幸过世 夜信男子忍不住红了眼眶 因为小兄弟感冒了 早上原本要先带他们去看病 再送到幼稚园上课 结果在原山湘京泰路发生车祸 一家人搭乘的红色乡型车向右侧翻倒 抱在太太手中的小儿子 隔着碎掉的玻璃 直接在路面拖行 而另一部黑色小客车 则撞飞到田梗上 天气不好 他打滑他倒不到 其实没有人故意要撞 一场车祸造成一死四伤 他的太太和大儿子也受伤 黑色小客车的驾驶 也躺在病床上 为什么小男头没有依照规定 坐在安全座椅 夜信男子哽咽 诉说经济不好的问题 现在靠着在旅馆当服务员的收入 勉强糊口 不过夜信男子说 他不需要别人帮助 因为有很多人失业 或者放无薪假 至少他还有一份工作 擦擦眼泪想办法 要好好把大儿子抚养长大 中文新闻的医生红书芬 一旦报道 内部公众